各位国学堂的朋友们,大家早上好 今天早上和大家分享《论语子章篇》第24节 这节里面提到书孙武叔这个人 又有一次诋毁、毁谤孔子 毁谤众尼,子贡约,无以为也 劝他不要这么做,众尼不可毁也 他认为孔子不是你们能够毁谤得了的 所以有时候有些人,他成长到一个地步 修养到一个地步,不是别人可以毁谤得了的 所以我们不要怕人家的毁谤 不是一有毁谤就出来澄清 有时候澄清是必要的 但不要害怕,一被人毁谤呢 就认为自己被毁掉了,没有这回事 然后呢,子贡说孔子啊 说别人学问好,道德好 那就好像山坡 的确是重构伟大 但是山坡嘛,咱们还是可以慢慢的爬上去的 是我们可以学习的 那至于孔子的伟大重构呢 子贡说啊,就好像太阳月亮一样 是拿不到,摸不着的 如果一般的人想要和太阳月亮隔绝关系 就好像不想要受到孔子思想的影响 等于是排挙太阳月亮的影响一样 你觉得你能排挙得了吗 太阳月亮永远照灵天下 你盖一间房子啊,想要挡住它 那太阳月亮的并不升起 你房子里面总是有一些亮光 那这些亮光呢,还是从太阳月亮来的 所以一个人呢,排挙他也没关系 但是不知不觉你还是受太阳月亮的影响 不知不觉你还是受到了孔子思想的影响 所以你想毁谤孔子呢 显得你是不自量力 那今天很多人对宗教也是一样 他认为自己是无信仰主义者 其实不论怎样啊 宗教给人带来的影响都是很大的 不论怎样,很多人呢 比如说以基督教为例啊 不信仰基督信仰 但是呢,一个人总是受基督信仰的影响 你比如说,像咱们中国 废除国脚啊,与传教士有关系 拼音的产生与传教士有关系 很多医院学校啊,与传教士有关系 所以就算不信这个基督信仰的 但是他也总是受这个影响 就好像受日月的影响一样 就算不接受基督信仰呢 这个我们也在用公元 公元就是以耶稣教圣为分水岭 所以呢,就好像太阳月亮 就算你不信他 但是你总是受他的影响 在他的影响里边 好,那今天就分享到这里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